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媒體工作者 李志偉 鄭大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以及這個眼科醫師 黃佑佳 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活動的主持人Tek 哈囉 鄭大哥 還有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Tek 你這西裝有意思 就剛好沒錢 一邊破掉 然後拿另外一件來補這樣 好 這不錯 有設計感 另外邀請到的是兩性作家 大家好 我是邢西亞 好 以及藝人 劉道璇 鄭大哥好 大家觀眾好 好 非常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戀愛 靠的是演技 這個一位男網友他說 公司新進來一名女同事 那麼某一天 對方打電話給她 說心情不好 自己就陪著她喝酒散心 兩個人也順勢就開始交往了 沒有想到不久後 他卻發現一切都是假的 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志偉 為什麼 那個很多網友看到她根本就是在炫耀 是在討拍 因為這網友他說就是說 他認為自己遇到詐欺了 因為他以為他女朋友三平就醉 沒想到是謙卑不醉 那這件事情是這樣子的 他跟他女朋友算同事 原本對他也沒有來電 就是只是滿談得來 就是把他當成同事 那有一天呢 就是他 他自己有講 我沒有要進一步的打算 就是辛西亞你只是我的同事 我對你沒有任何的遐想這樣子 但有一天呢 他這個同事就打電話給他 說他心情不好 可以陪他出來喝個酒嗎 那我平常跟他的關係也不錯 那人家打電話邀約 而且是女生 我們怎麼好意思拒絕別人 好啦 我帶一手啤酒這樣 一手啤酒就是六罐 帶來給你 跟你一起陪你聽 聽聽看你心情不好是什麼 但他的這個文章裡面 並沒有提到 他的女同事為什麼心情不好 他只說因為他自己要開車 所以他就我要開車 我不能喝酒嘛 就你喝我聽你講這樣 結果就看他喝一瓶 兩瓶 三瓶 其實我覺得三瓶酒量還不錯 因為我兩瓶就對了 啤酒嗎 啤酒 我喝兩瓶就不行了 三瓶 對 我喝兩瓶就不行了 我酒量更差 對 所以他這個女同事就不聲酒力 就不行了 就有點喝醉了 就倒在他懷裡了 他也沒血啦 他只是說就叫不醒啦 就是有點他就睡著了 那他住哪裡他也不曉得 那怎麼辦呢 總不能帶回我家吧 他就就近 因為他自己沒喝嘛 就開到一間旅館 那兩個人就到旅館去 那就把這個女同事 還搬到床上面去 那一手啤酒喝了三瓶還剩三瓶嘛 那我自己喝掉算了 反正也在旅館了嘛 他就喝了 那喝了他自己也就微醺 也就睡著了 但他強調當晚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蓋棉被 純睡覺 所以起床之後呢 本來沒有要追他喔 兩個人就交往了 所以這個兩個交往過程是這樣 當然有些網友不相信 確定沒幹嘛嗎 應該是幹嘛了 隔天才變情侶吧 總而言之他說沒有怎麼樣 後來就是已經正式交往了 就約了朋友 要跟大家糟糕天下 我現在新西亞是我的女朋友這樣 那他們就去這個一個 就是大家聚會嘛 那總是要喝酒啊 結果每個人都要灌他 就說恭喜你 你有那個女朋友了 通常都是男生要幫女生擋酒 對 因為都會說 新認識的喝一杯喝一杯 男朋友這時候不管酒量好不好 都是要跳出來說 不要 他不會喝啦 三瓶就倒了 我來喝這樣子 我沒有想到他這個女朋友 沒關係 你們不要灌他 我男朋友他等一下要開車 我來這樣子 你要來 你只有喝三瓶的量 沒關係沒關係 我來就對了 結果他用了一個名詞 我還第一次聽過 叫做什麼喉嚨借過這樣 因為我們都是叫人借過 他是喉嚨借過 每一個朋友被他灌醉了 原來我女朋友 他不是三瓶醉 他是謙卑不醉 他在旁邊看到莫頓口呆 我不知道你這麼會喝酒 那如果這樣憑罵三瓶 三瓶是什麼意思 對啊 就是說他的演技很好 他被騙了 所以他是喜歡那個男生 所以這樣演的 有可能 所以就是有網友說 你這是炫耀文吧 其實女生喜歡你喝無糖飲料 無酒精的飲料也會醉 所以你就不要在這邊得了便宜 還賣乖了 所以那個女生那個晚上 其實是刻意的 設計的 那他演技也真的還滿好的 對啊 那我可以只喝一杯 一罐我就醉了 那有點太八點檔 過了 對 你還是要喝個三瓶 然後就 不行 還要慢慢的 沒有 而且真的要倒 倒在懷裡才會 就靠近一點倒 如果沒倒到再瞧一下收拆 對啊 我真的也是覺得 他就是一個炫耀文 炫耀文 對 那個晚上他把他送到旅館 他是喝醉了 女生 然後他也把其他的酒喝掉了 也微醺了 這樣子都沒發生事 真的 我絕對不太 如果是你的話呢 不會發生任何事 因為我們也是曾經 有這樣子送女生去 就是女孩子喝醉 然後我們也是有把他送到旅館 我們是因為一堆人 對啦 對啦 那我們就是男生睡地板 女生睡床上 對啊 但如果真的是單獨的話 我覺得搞不好那個男的 他真的沒有想要發生什麼事 但女的可能有爬到他那裡去 因為他喜歡他 他醒過來了 怎麼在這裡 那就生米煮成一下收飯 我覺得這也是有可能 那請教一下這個道玄 因為男方有說 相處起來感覺不錯 但沒有進一步的打算 我們這個氣質認為說 這個問題應該要問你 因為你最瞭解 我滿有最瞭解 其實我把這個狀態 我覺得如果我們相處不錯 然後又沒有在一起 我把它解讀成是落花流水 若有似無可有可無的狀態 就是因為其實 我覺得我們男生很常會 對很多人會產生好感 但是如果我自己 對那個女生很有好感 我會很直接 很主動 但就是辨識 就有好感就代表 他一定有好的地方跟不好的 所以我就會停留在原地 把它擺著 其實如果講好聽一點 就是戀人味板 那如果我們講文學一點的話 就是不甘寂寞 那如果講再難聽一點的話 就是騎驴著馬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很喜歡這個女生 我絕對會 我會很主動的 然後直接去追求 我不會把它停在那裡 然後但是我先解釋 我不是渣男 但我確實也很容易 對很多人產生好感是真的 就是常常到 就是他哪個地方不錯 哪個地方不錯 哪個地方不錯 對 欣賞 但是你說欣賞跟到在一起 其實還是有一段距離 沒錯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個 所以我會覺得 以剛剛我看完這故事的關係 我覺得他就只是欣賞 他的某一部分 但是也沒有到喜歡 但我覺得這女的也很厲害 就是用了一個 應該是金馬影后吧 我想 會演 就是用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女生要找男生 這個動機太強了 你看心情不好 喝酒 訴苦 這絕對就是已經很主動的 所以已經在暗示這個男生了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這男生 如果有個女生 然後半夜打電話給你說 他心情不好 其實是有用意的 一定有用意的 不可能單獨 因為你說喝酒 然後出去訴苦 尤其是喝酒訴苦 這兩個動機絕對是 我們男生絕對都可以 那如果他跟我們打電話說 他心情不好 想跟我聊 跟你聊天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應該怎樣 你可以陪他聊 但是如果他家喝酒 那個動機絕對是 百分之七十是很大的 對 動機百分之七十 很大什麼意思 就是要暗示你 可能要幹嘛的 對 真的嗎 真的 如果說我心情不好 你可以來我家陪我嗎 然後這個也不用喝酒了 這個很明顯 對 而且這大概更妙是 他還有一個動機 我覺得更妙是 教教老年人 拜託一下 正常我們都會 比方說送女生回家的時候 我們就會 就是女生才會說 那我們家 我家現在沒人嗎 要不要上海坐一坐這樣 但這女的是直接喝醉 我覺得她就是金馬影后 直接就是說 我喝醉就是不省人事 那男生也措手不及 那就只好 就送她到旅館 但是我覺得有酒精的催促下 正常是會發生關係 對啊 我覺得會 我會 所以你也不太相信 他們兩個什麼事都沒發生 一定有發生 但我不是渣男 是... 我覺得因為正常 你酒精催促下 然後聊天 然後又相處不錯 我覺得正常到又訴苦 你又願意出去的話 到旅館 我覺得多少 一定都會有一些 你說如果是女生 你真喜歡 你會很主動對不對 我會很主動 到現在被你 動過的有幾個 但我滿常被甩的耶 沒關係 要有什麼關係呢 我主動大概有三個吧 我非常主動 然後有一兩個 也是類似這種 就是我們都覺得 彼此互相欣賞 但是最後就是默默的 是自然而然的在一起 就是自然的發生 然後才在一起 那他們甩了 你是因為他們的眼睛 都瞎了嗎 沒有 我覺得是這樣的耶 男生跟女生 看的角度不一樣 等一下西亞可以分享 我覺得女生 她看 滿看男生的 比方說金錢跟責任感 跟... 我覺得其實金錢還滿重要的 這是我後來體悟到的 因為畢竟她 你要照顧她下半輩子 所以基本上她一定 你的收入 一定要有一定的收入 否則女生是不會放心的 我後來有意識到這件事 守女不需要 我們守女不會可以 真的嗎 守女要的不需要 守女就說在乎生 守女要的 守女在乎體力 金錢我們不在乎 好 那以後就要找手 金錢她已經也有一些了 所以這個是不是問題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請教一下 這個女生用這種很含蓄的方式這樣 通常就是會這樣演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狀況 比較常是發生在夜店 因為像我身邊有一群 比較年輕的妹妹 那其實大家現在 其實風氣也非常地開放 有的時候 禮拜五晚上就覺得 月光光心荒荒 就是寂寞覺得冷 他就想他就會約一群妹子 就會約去酒店 那不好意思是去酒店 去酒店 那去酒店的話 其實說實在話 大家也是一有所圖 就是像說我可以帶個男生回家 或是有男生幫我帶回家 讓我度過這個 Happy的Friday night 然後各自在鳥獸散這樣子 那其實我就跟他們說 那我認為酒吧 已經是個非常明顯的地方了 大家就是 大家都是在找伴 他說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以女生來講 還是會覺得說 不行耶 你真的也不能正大光明說 這個弟弟好可愛喔 好帥 然後就直接說 我們可不可以到別的地方去 還是怎樣 還是要有酒精的這個催化 所以變成就是 有時候男生第一個 在那個夜店一定會買酒 給女生 請女生喝酒 那女生如果對他有意思的話 可能真的就是會 你真的也不需要到一杯 因為這樣子 這樣子喝喝喝又浪費時間 我們還有慢慢長夜 對不對 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說就可能錯個幾口 最開始就是 我說那接下來會 你真的會暈嗎 他說真的不會耶 可是就是會開始 就是會那種 一定會飾演那種 我全身都已經沒有力氣了 視而浮起焦無力 男生要浮你 你還要說還不行 還要整個就是要 貪軟在他身上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就是 很多男人可能會 戒酒裝瘋 戒酒壯 那對女生來講的話 就是戒酒 就是會當作比較隨便 就是說我現在也不知道 其實你說女生 真的有可能喝到 他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嗎 我覺得很少 那我就以這個案例來講 可能是我認為 如果今天我是個男主角 或是我這個男主角的朋友 我大概會在旁邊提點 他是說 那我問你 你覺得你女朋友 為什麼會搞到謙卑不醉 為什麼 這是什麼訓練出來的 這是基因嗎 還是他是做什麼工作 你不知道 你知道的過去嗎 因為我認為女生 當然啦 就是說可能每個人基因不一樣 體質不一樣 可是你真的今天 如果以他來講 他要做到謙卑不醉 後來發現他是 台灣研究公司的四九元 這個很恐殺身材器具 就是他有特殊技能 他謙卑不醉 你知道有些場所 你只要多喝 那個獎金跟BONERS 是很多的 所以我可能會想說 那你知道他以前是做什麼的 我可能會提醒他一下 那你喜歡一個男生 你會直接跟他說嗎 還是要很韓趣的 很婉轉的 繞路的 我覺得其實很多人都說 女追男隔成殺 可是因為現在的男生 非常的佛系 都是吃素的 就是說他們對不對 就是對於女生 你很主動 怕他要是先人跳 現在女生怎麼成福 怎麼生 所以我覺得說 應該是說女生還是 女生追男生 你有好感要表達愛 其實真的也不是說 要非常的主動 你還是要丟一個東西 像一個耳一樣 讓男生自己 他有get到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他覺得說 他在主動的追求你 可是是你做求給他 可是有時候男生是蠢蠢的 我真的是有遇到 就是有女生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上臺北都住哪裡 我說我現在都住那個親女 他說你可以來住我家 很明顯 對 他就直接這樣說 你可以住我家 我說不好吧 就你家你一個人 他說對呀我一個人 但我有兩房 我有兩間房間 然後他講他也這樣講 我有兩間房間 那你其實是真的可以 可是我真的是遇到這樣的人 我反而會怕 就女生太主動 你男生其實也會有點戒心 你是不是又要幹嘛 又要幹嘛 你只會怕失身就對了 衣服就趕快蓋起來 我覺得是會有這個疑慮 沒有錯 對 然後黃醫師的感受呢 就我覺得我有職業病 就是說如果一個人 我不知道對男醫師 女醫師是不是都一樣 就是說倒在醫師面前 沒有意識 那這是一個很緊張的狀態 要把他死掉 急救 對啊 不管他是因為什麼原因 沒有意識 那肯定是先叫 叫ABC 先一直叫他的名字 然後 甩一下 確認他的呼吸道 確認他的心跳 對不對 然後而且另外一邊 還要叫人趕快Call 119 如果我沒把他搞起來的話 所以 可是你只要講說 氣切 馬上氣切他就行了 對 所以我比較 那個驚訝的是說 這個男生他到底是單純 還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就是說正常你一個人 就是同事你不特別喜歡 以正常人來講 一個人失去了意識 或者是處於比較危險的狀態 有些人喝酒會酒精過敏 等等 那你怎麼會 酒疹 就是說你是不是有先 盡你最大的能力 把他叫起來 那這樣連續聚焦的很多 比如說弄他的人中 對不對 然後弄他的這個 不要壓眼球 壓一下眼睛眼眶的周圍 刺激他一下 把他眼睛打開 看他瞳孔到底怎麼樣 或者是說 就拿一個水來潑他看看 然後是不是會醒 我覺得總是要在 那個最後的那一道關卡之前 先問自己 到底盡力了 做了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男生 你看他其實什麼都沒做 然後就把他帶去旅館 然後就說 還在那邊裝作說 我什麼都沒做 我們就有承蓋被子 他有說他也喝了 把三瓶酒喝完 讓人家有瞎想 對 對 就是說事實上我們知道 就是如果真的喝很多酒的人 也沒有什麼性能力 那個都是 就是說傳說 就是以酒亂性 那個 對 以酒亂性 這句話是不太正確 因為你真的喝酒精 酒精濃度到一個程度 你性能力其實是下降 不真的那麼有性慾嗎 所以這個我覺得 他有點洗腦自己 但問題就是說 我覺得他 他其實是忽略了 女生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如果說 他可以進一步去正視到說 我即便女生做到這個程度 我都蓋同一張船 我還是不確定說 雖然交往了 然後還是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來騙我的話 那我覺得他其實內心 沒有多喜歡這個女生 你喜歡一個男生 你會暗示嗎 我會直接的民視 真的喔 我自己有個經驗是 我們那個初戀情人 他是我們就是 那個時候大學時代 他在那個網路上 就我們就聊天 你喜歡他 你就會跟他聊天 所以這些都是sign 那喜歡他就聊天 那聊一聊就就八卦 他說黃又嘉你喜歡誰 打字 然後我就打 就是你啊 然後他就說真的嗎 我說真的 然後他就說好 那他思考一下 要不要跟我交往 那我說好 你去思考 然後思考一天之後就說 好 那不然來交往看看 我這樣好像電影清潔 然後我就說 好啊 那這樣子 那我就賺到 就說女生 我為什麼要假裝 對這個男生明明喜歡 然後又假裝不喜歡 可是有時候 有個含蓄的美也不錯 對啊 對 可是其實男生 你含蓄他抓不到那個點 就是說 然後剛好其實我覺得 網路是滿間接的 如果你接下來 覺得有點不適當 你就說剛剛開玩笑 也沒有問題 不過我覺得那個男生問你說 黃又嘉你喜歡誰 我覺得他已經有一點 他其實也是在那個 就是要一個男生 有一點暗示 有一個信在裡面 重點是一個月之後 他又跟我說 就我覺得我們還是 不適合在一起 還是分手好了 那我就說好啊 沒問題 然後我們自己去哭一天 然後就分手了 其實我覺得 那個感情的表達 是大家一直被教育說 要很間接 其實很直接也沒有那麼不好 真的喔 那鄭大哥 如果是黃醫師跟西亞 我會選擇西亞 因為我會覺得 那個戀愛最美的 就是留白跟那個余韻 我覺得不說破 那個是戀愛曖昧 最有趣最好玩的地方 我覺得太直接 我會覺得 馬上沒有那個 但是我能接到 就是暗示 男生是感覺到 就是女生暗示一點點 然後男生就會主動 然後我比較喜歡那個狀態 那個 你喜歡誰 然後就是你啊 這樣子你不喜歡 我會覺得 就少了那個 那個留白 你就會講你賣假 就有時候就是 你賣假 就是那個才好玩 就有時候就是 你再忙嗎 兒出去 就是不要那麼直接 我會覺得 那個感覺比較好這樣 那每個人喜歡不一樣 對 其實黃醫師這樣也很有效率 對 他想的是醫生 直接了當也不錯 他躺在我懷裡 他起事先刮他耳光 醒醒 醒醒 因為人生沒有 你想像的那麼長 好啦 也是 直接了當 對 就像我現在到中年 我仍然覺得當年是 我覺得效率是很重要的 其實這樣就是一拍兩瞪眼 就直接說 我喜歡你要不要再一起 這種感覺 對 就... 有喜歡再來 再來談付出 不要老拗著人家 女生你也不要吊著人家 你到底喜不喜歡 你問自己很清楚 不要浪費人家時間 好 那 新西亞這邊是有個朋友 不讓另一半知道說 他自己會抽菸 對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 他從美國回來 他那時候在美國就業 回來創業 有一天跟他出去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就說 我想問一下 台灣男生會 是不是很介意女生 有抽菸的這個習慣 會 OK 好 然後那時候我就說 這個故事 等一下我們繼續講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先休息一下 麻煩 那我朋友就問我是說 台灣男生會很介意女生抽菸 我說為什麼呢 因為我本身沒有抽菸 所以我不會感受到 他說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來台灣創業 有的時候男同事 一個就是smoking break 他們就會去抽菸 那我想說那我工作到一半 有有半 大家就是在美國 我都是也是跟男同事邊抽菸 大家就會聊一些八卦 還怎樣 我就出去跟他們抽 他說可是你知道 男同事對 台灣男同事對我的感受就是 你會抽菸喔 那另外一個就會藉口說 女生抽菸會不會對以後 要懷孕生小孩比較不好 也會這樣子關心 那我內心就開始覺得 你們這樣子講 應該就是覺得 不太能夠接受這件事情 好 那於是呢 他開始就開始就約會 約會的時候 等於是說 今天我跟這男生出去 那當然我覺得 我就不會在你面前 把把菸拿起來 點起來抽 可是有的時候就是 他這個dating的對象 是會抽菸的 所以那個男生很有這個 那個gentleman的身世風度 還問他說 那我去抽菸菸 你會介意 他還會假清高說 我不是很喜歡菸味啦 你要抽 你就去這樣子 好 這樣子演 演到最後 大家也fall in love 然後就同居了 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遊戲玩太大 同居耶 他說我的媽 同居真正的痛苦就來了 以前約會兩個小時 我可以忍 我回去 趕快大抽特抽 沒有人可以管我 同居我簡直無所遁形 你知道嗎 那我男朋友說 在陽台抽完菸 回來那個菸味 我的媽 真的心盪神詞 就是整個心就很癢 所以我就開始要跟他 掰理由說 我去倒個垃圾 我去樓下買個東西 然後再趕快去抽個菸 還要把身上的菸味 整個都弄乾淨還什麼的 再回來 他說我真的覺得 這樣子下去 真的同居不到一個月 我都快要崩潰 降下去不是辦法 我必須要破這個局 我說那你要怎麼破 還是得演 劇本都要寫好 那怎麼演啊 他就說 有一天我就開始 跟我男朋友講說 道玄 我跟你講 抽菸對身體不好 真的 那當初也跟你講說 我不喜歡菸味 你戒菸啦 對 然後就苦笑 男朋友就說 戒菸 當然我不是說不願意戒 可是也要等我覺得 真的是真心誠意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想要把它斷足了 我再做 你先不要逼我 那他就說 那這樣子 又開始演說 那這樣子的話 抽菸真的是 有難道那麼難戒嗎 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陪你抽 我來抽抽看 到底什麼樣的感覺 就來這一招 結果後來他就是 就是加入他 然後加入他以後 我就說那然後呢 他說 後來他說有一天 就是還假白問他男朋友 說那這樣子 怎麼樣抽啊 還什麼的 等到習慣以後 他就開始點菸 男朋友有一天就說 因為我發現你沒有揮根 你點菸的那個樣子 熟門熟路 你這很厲害 我說你男朋友 真的是完全都不知道 他是個老菸槍 請教一下 道學 你會在乎女生有菸味嗎 我其實會介意女生抽菸 這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 不知道 但這我個人觀感 我覺得女生抽菸的時候 的那個樣子很 沒有那種 那叫什麼 RICO 氣質 對 會覺得是那個狀態是 不好意思我有點 就是先入為主 我會覺得好像是 就是比較是 太昧錯學 然後就是抽菸的那個感覺 然後會讓我覺得是 比較不太好 我自己的觀感 我有點大男人 如果有可能從有 然後他 你們要接吻的時候 他有嘴巴有煙味呢 煙味我倒還好 我只是單純對 抽菸這個舉動 我會覺得是不太好的 但是煙味我是不介意 先生 要反駁 其實我覺得 我剛剛就在想 就是道全在敘述 我就在想說 因為有時候香港電影 你就會看到有些 譬如說像劉嘉玲 那種非常很有女人去世 氣勢的女人去點那個菸 我自己是觀眾 我看了會覺得 哇 風情萬種 可是當然我認為 我自己可能沒有辦法 詮釋說那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倒是不覺得說 女人抽菸是 這個形象會 讓我覺得不好 可是我覺得 不知道在座男性的感受 是怎麼樣做 我就不知道 我知道了 你點心我了 來 抽菸的酷水很重要 因為你知道 女生抽菸 我常常看他們是這樣拿 這樣拿就真的是很難看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弄在嘴角 但是電影的 真的是這樣清清鬆 那種很簡單 這樣子還滿有韻味的 信息韻味抽出來 而且又抽兩菸的話 是有美感 但是我常常看到女生 就是常常就這樣夾著 然後這樣 就是那個感覺 就會覺得好破壞一個狀態 就會以男生來講 就會解掉你知道嗎 解掉 就這樣 想說是那種感覺 你懂嗎 Ted哥會在乎女生有用的 對 前提是 因為我不抽菸 所以我沒有辦法 接受女生抽菸 對 即使是我的朋友 或者是他長得再正 再漂亮 因為你知道 有時候我們拍戲 在劇組裡面 然後這個女藝人 她光鮮亮麗的 然後導演喊 他說導演 休息一下 然後就跑去就旁邊 拜託你用這樣好不好 不要這樣 可是女生都是這樣比較多 對 就會跟剛剛 他在那個形象的那個 那個影片裡面 就完全截然不同 你就會發現 這個落差怎麼會這麼的大 真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女生 我可能我也是有點 先入為主的觀念 我都覺得 女生只要抽菸 你長得再漂亮再美 我真的都沒辦法 那志維 我曾經有交過女朋友 是會抽菸 因為我那時候也抽菸 所以是還好啦 然後而且 對方也不是有很重的菸影 因為我覺得沒有道理 你可以別人不行 當然我會希望他不要抽菸 所以我以前抽菸 後來我結婚 我太太 我就問他說 你會介意我抽菸嗎 我老婆說你不要在我面前抽 因為我爸我哥都抽菸 可是他們在我面前抽菸 我聞到二手菸我會不舒服 那我們基於尊重 就不在他面前抽菸 可是因為你的衣服 你的手都還是會有菸味 所以我自己很奇怪 我自己抽菸嘛 以前 可是我很討厭聞到二手菸 然後我聞到我手上 有那個菸的味道的時候 我也覺得要把它洗掉 但是其實 你跟你的女朋友 都抽菸的時候 你們也互相為對方點菸 誰 也互相為對方點菸 沒有 我有跟女生 就是我們男生要幫女生點菸 就是你要遮風 這樣幫他點 然後有些女生說 沒關係 沒關係 我自己來 他叼著 沒關係 我自己來 你懂 也有這樣子 也有這樣比較大姐大的女生 但是我大部分認識 有抽菸的女生 是都還是有算有氣質的 那我曾經有一個女朋友 就是我交往過女朋友當中 有一個女朋友是煙癮蠻重的 但是他一開始沒有讓我知道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是因為 因為他開車嘛 我就發現他的車子的座椅 有一個就是被煙燙到的 就是燙到那個座椅 然後就是燒到了 我在想你這個座椅 怎麼會燒到 他就說沒有 我車接人家開 然後他一邊開車一邊抽菸 就把我的車燙到了這樣 因為他的車子還是名牌車 那我就說是喔 那你不就很心疼 他說不然怎麼辦 要叫他陪嗎 我說好 那因為那時候我會抽菸 那我就說那你會介意 我在你車上抽菸嗎 他就跟我講說 不會啊 因為我以前男朋友 會在我車上抽菸 那我就說好 因為那時候 我們就開車出去玩 那就 那時候還沒有煙害防治法 很多年前了 我就在車上抽菸 那我在抽菸的時候 我就看他一直看著我 我說幹嘛 你想抽是不是 他說好了 我跟你講 其實我會抽菸 他就跟我承認他會抽菸 他也沒有演 這個黃醫師 在乎男生抽菸嗎 就是如果他會抽菸的話 我也比較不能接受 理由是因為那個菸味 我們真的受不了 然後還有第二個 其實不是帥不帥的問題 而是抽菸 假設是二手菸的話 那我會第一個倒楣 我會比他有更高的機會廢愛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 好像不是很在乎自己的身體 也不在乎別人的身體 也不在乎 也不在乎環境 所以我會覺得 當然他有他抽菸的理由 就是他一定有 我有去看過那個書 是介紹人家為什麼要抽菸的 就是他就覺得那個抽菸 或者是喝酒都一樣 就是他只能夠從這一項當中 獲得相當的快樂 那我覺得我會尊重他的快樂 但是可能沒有辦法 那麼長時間的跟這個人相處 你才不知道煮肉飯 你知道嗎 煮肉飯吃完之後 去補一支粉 你知道我會很爽嗎 肯定是啦 就是人家講說 但善後抽根菸 快樂四神仙 善後抽根菸 突然發現我這樣會有點膚淺 就是我後來發現 如果他是抽涼菸 然後他如果吸 他的姿勢好 然後他是輕輕吐出來 不要是那種像男生 我好像可以接受 那有一種女生是 有一種女生是 吸滿了菸以後 他會在空中畫圈圈的 你怎麼會這樣 這不行 他就是要這樣吸氣的 然後輕輕的吐 對啊 你可以接受 他如果吸一個菸 知識很了解 然後往你臉上吐菸這樣子 就是也不行 他就是這樣吸 然後輕輕的這樣子 就好像在若有心事的話 我覺得我好像可以接受 是不是這樣會有點膚淺 可是我覺得女生 最好不要抽菸 因為抽菸會造成老化 那跟我們女生 一直以來的生活目標 其實是完全違背的 真的是醫師 是 同意啦 同意 周恩對健康是不好 對 不過因一直存在 是因為也有那個需求 是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적인 know 詛咀說你在大學打工 當業務的時候 也碰過圈套啊 對 我那時候 大學有做一個 滿特別的工作 叫尋貴於業務 它就是我只要一個月 我就自己安排時間 然後我那時候的據點是有 淡水 機容跟螺動 我只要自己安排 那一個月的時間 我一個月只要去一次到兩次 基本上我都只去一次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在淡水 然後我那時候有遇到一個女學生 她那時候她的學校是在淡水 然後那時候她都會來我們的那個櫃 然後來詢問我那個 我當時尋櫃是保養品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 大概我們育兒三次都是在淡水 後來就是都簡單聊 但是其實說實話 我們是互有好感的 就是那時候她就有聊 然後了解 然後後來到了第四個月的時候 我竟然就在羅東遇到她 羅東醫院的那個據點 然後那時候她就跟我說 她是剛好她的叔叔的老家在羅東 那應該那時候我大學 我就真的相信 我想說就很巧 很有緣 然後之後那一個月的 就隔兩個禮拜我在基隆 又遇到她 然後我就覺得也太巧了吧 三生三世這樣 如果你們有跪在澎湖 應該也會碰到 澎湖是不是 沒有 我那時候就覺得 怎麼這麼巧 然後她說她剛好跟她朋友 在基隆玩 然後玩了之後 然後剛好就過來 然後她真的說她只是想說 就是在買另外一個產品 然後遇到我巧遇這樣 我就覺得也太有緣 我當時真的覺得很有緣 然後後來我們就 順勢我們就在一起了 順勢就在一起 順勢 對 要順勢一下 因為那時候當時就互有好感 那時候在淡水的時候 我們聊天的時候就很有 是彼此有感覺的 然後很好笑的是 後來在一起之後 她有跟我坦誠說 她其實是去問了我的同事 因為我們其實巡貴 是有兩三個同事 只是分不同天 然後她有去問我那個同事說 你在搬表 對... 就是我什麼時候會去基隆 什麼去羅東 然後後來她這樣巧遇這樣 但其實我聽的時候 我都覺得OK 是因為我覺得 我也有幹過這種事 就是比方說 有時候女生下課什麼之類 我就會... 她... 我就會說 你在哪 我說我剛好也在旁邊 我剛好下班 然後就是買早餐 買晚餐 然後那種我也幹過這種事 所以我就能接受 但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那時候 因為我們一開始... 前面一開始約會的時候 她都是... 因為我覺得女生很可愛 是一開始都會有那種 矜持吧 所以我們一開始在吃飯的時候 她都會就是 說她都吃不太下 都小鳥餵 她都吃我們一個便當 她就只吃菜而已 然後就覺得就是 她要保持那個禮儀 女生很在意那個禮儀 然後到第三個月的時候 她有一天就跟我說 她說 她想坦誠跟我講一件事 我說怎麼了嗎 她就說 其實她食量很大 然後她覺得她有點受不了 所以她每次出去吃 因為會有氣味吧 她回去還要再去買一個便當吃 然後她就覺得 她這樣覺得有點痛苦 因為她每次就是在我面前 就要這樣 我吃不下就好 但其實她食量非常的大 所以她每次在跟我約會完之後 她回家又要再去買一個便當 然後去清潔 然後回家 不讓我知道 然後我覺得超好笑 然後後來我從她的 因為我們一群朋友會出去 然後我從她朋友的口中得知說 她竟然以前在學校 還參加過那個什麼 漢堡比賽 還拿了第二名耶 然後我想說 那她真的演了 但是我反而覺得 她講完我覺得她超可愛 我就覺得 然後後來出去吃 她實際上是真的滿大 就是都可以點兩個便當 但是她飯一半會給我 就是她吃得滿多 像麥當勞 她也會點兩個套餐 然後一遍也會加甜點 就是她實際上是真的滿大 她胖嗎 她還好耶 為什麼她吃那麼多不胖 因為她有跳舞 對... 她是那個跳那個Girl Style的 跳舞的 我覺得她們的胃好像比較特別 不然你看那個大胃王比賽 那個女生或者是什麼 男生也是瘦瘦的 我發現就是年輕的女性的代謝 是真的是吃不胖耶 我有研究這一塊 然後反而倒是二十五歲以上 你吃的話比較容易變胖 對... 然後我就覺得太可愛 可是我因為她那樣 我反而我覺得更愛她 就覺得她太可愛 就是還在那邊演說 吃不下吃 我真的吃不下 我這個小鳥 那個女生很喜歡你 你看她到哪裡都碰到你 她就刻意安排探選你的班 對 再來她連吃飯在你面前 要表現是... 表現是她是小鳥味 你看 她多愛你啊 我覺得很可愛 可是她後來裝到 也自己受不了 因為她覺得每次要去買 她覺得很累 真的 好 那Tag這邊也有故事 我這個也是很妙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 男生追女生 其實有很多招 什麼浪漫 驚喜 其實女生追男生 更多招 我覺得 我的這一個故事 我覺得也很妙 就是有一天我的室友 那時候傳了一個訊息說 她出車禍了 然後我說那人有沒有怎麼樣 她說就撞到一個女孩 然後然後我要先送她去醫院 然後跟你說一下 人沒事 然後車子也OK這樣子 我說好 那你趕快去處理你的事情 那我的室友就帶了這個女生去醫院 那到醫院之後 因為我室友她還要上班 所以她就跟那個女生講說 那我手續都幫你辦好了 什麼都幫你弄好了 然後我們留個聯絡方式 然後也請警察來了 東西都做好了 然後你有狀況你就隨時告訴我 但我現在要去上班 我就她就離開了 離開了之後呢 我的這個室友 就想說那我好像要關心人家一下 他也沒有他也沒覺得怎麼樣 他就是我打個電話說 你好一點了沒啊 你怎麼樣 前面前三天 這個女生都有接她的電話 然後跟她說 我才知道她頭有點暈暈的啦 然後呢 身體是沒什麼沒什麼大傷 但是就是頭有點暈 可能有點撞到頭怎麼樣這樣 然後她就說那要不這樣好了 要不然我再陪你去看個醫生 我的室友純粹就是以一個 他撞到人的一個心態去 但是呢 第四到了一個禮拜之後 她跟那個女生說 要不然我們約約去 約去那個看醫生 那女生忽然說我不要 我覺得我已經好很多了 然後她就說好 那那就那就OK了 那就事情就了了 之後有一天這個女生 她就忽然傳訊息給她 她就說我覺得有後遺症 有副作用 我現在每天晚上都會 都會很不舒服 然後我想要找人聊聊天 就因為那一招又來了 她就開始要跟我室友聊天 我是想說撞到人好了 那還是照顧她一下 就想瞭解她一下 就這樣聊著 兩個人就在一起了 應該後來就變成瞭著瞭著 就瞭著瞭著 就在一起了 好 在一起了之後有一天 我的這個室友就跟我說 我那個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我說那很好 恭喜你 我那女朋友就是我撞到的那一個 我就說 這樣也能夠找到真愛 我們出去也想要撞 對 我說那真的還是 挺厲害的這樣子 該碰碰車 然後我就說你該不會是 有一種想要補償人家的心態 幹嘛 所以其實也沒有 因為她確實看起來 也沒什麼大礙 我說好 OK 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室友跟我說 她女朋友想要搬過來跟我們一起住 OK嗎這樣 那你房租也可以少付一點 你看你要不要就 就我們三個一起住 然後他們兩個一間房 我自己一間房 我說好啊 沒有問題啊 要搬過來的時候 我室友跟我說 那我們去幫忙她搬家一下啦 我說好啊 反正也沒事做假日嘛 就去搬 我就發現這個女生的住家 就在我們家的隔壁洞 就住在隔壁洞 然後我就這樣子搬 我就說 這裡也住太近了吧 我才問他說 你們是在哪裡撞到的 他說就在那個樓下的大門 大門口那邊撞到的 我說我就隨口拖一句說 該不會是假車禍真戀愛吧 然後我男朋友 那個那個那個他男朋友就說 那個室友的男朋友就說 不是 室友的女朋友就說 對 就是假車禍真戀愛 我說這到底是什麼回事啊 然後他就說 他有一天看到我的室友下去 到樂室 他覺得這個男生驚為天人 他覺得怎麼會有男生長這麼帥 然後他就決定想要接近他 但他不知道用什麼方式 所以他就說 他每天都在那個巷口 就是那個大門口等著這個男生 開車出來要撞他 然後好不容易 那天好不容易 就真的是撞到他了 這是很誇張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超誇張的 然後我就 托上去嗎 他人就撞車了 就有點像碰瓷這樣子 假碰瓷這樣 但我那個那個室友 他就覺得夠一人嘛 一個小弟弟 他就覺得撞到人家 就得負責任這樣 然後我就隨口說 所以真的是假車禍真戀愛 他說對 然後他們兩個就這樣在一起 然後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但是因為後來這個女生 其實是有坦承跟我的那個室友講說 他確實這一整件事情是他設計的 然後他有問他說 你會不會覺得怎麼樣 但是你知道愛情是盲目的 就他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他就覺得這無所謂 我覺得如果女生會想到這樣的招數 就表示說他真的很喜歡他 就可以珍惜那個愛情 他其實一開始只是純粹想要認識 對 但沒想到我的那個室友 可能表現得過於熱情還幹嘛 因為那女生後來有去撞那個車子 車子也貓了 對 車子是還好啦 車子是還好啦 好 等一下回來繼續 來休息一下 好 那另外就是說情侶之間 如果有祕密 有些事情是絕對不能說出來的 一說出來 我看是毀天滅地 那這個希西亞這邊有故事 這個故事是說有一位一對男女 大概三十多歲 那是透過沒人介紹而認識的 認識的時候 這男生看這女生眉清目秀 就覺得說談吐 習慣 都好像還蠻合我意的 兩個人就看對 於是就結婚了 這個時候男生給予聘金 還有這些禮物 加總在女生上 大概是花了一百三十萬的臺幣 那跟他結了婚以後才慢慢的瞭解到說 原來這女生他的過往 當然他的職業 前職業 某一次他是做的是酒店的接待 那男生就想說接待 接待 那就是問他說 那你接待是接待什麼 他說沒有 就是帶位子 然後可能只是送一些餐具 餐點 不是跟 但是在酒店 可是跟陪酒是沒有關係的 男生那時候心裡面就有點疙瘩 就想說 奇怪 沒人 當然是有跟我講說 他以前做過工作 可是這一段 因為你一個人一生當中 工作可能做過很多種 這個沒跟我講過 他就想說這樣子 在這個深色場所 是不是會有不太好的習慣 這樣子 他也沒說什麼 可是在他的內心的疙瘩當中 他就會在生活的細節當中 得到印證 這個印證也就是在床上 這個男生認為 他這個老婆 在房市他的敘述是 比男人還擅長 這時候那你就覺得比男人還擅長 那他自己的給的註解就是 我認為他的這個舉動當中 跟我在互動 在床上互動 比男人還擅長 他就開始覺得 那你在酒店肯定不是接待 或者說他熟門熟入 對 你熟門熟入 對 然後 好像都很知道對不對 然後想說那會不會很可能 不是單純也許不是接待 他就認為肯定不是接待 否則怎麼會在床上功夫 比男人還擅長 一氣之下就開始跟他吵架 吵架的時候 竟然還把這個老婆 就趕回娘家去 說無法相處 而且說要 我要跟你離婚 那這個女生就是覺得 我很冤枉 第一個 我也沒有做錯事情 我就跟你講說 我是以前酒店的接待 那你現在就是保休期 而且那男生還說 我覺得你是騙我 騙我的話 這個一百三十萬 我花在你身上這些聘金 我全部都要要回來 那他就 那個女生當然是說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犯大錯 你要跟我離婚 我會被別人覺得 這是我的名譽受損 那這樣子的話 你要 我要跟你索賠 你要索賠我大概六十五萬 台幣你要給我 那這個男生 當然就是各說各話 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 所以據說到現在事情 還沒有落幕 所以這就是婚前性行為的 重要性 對不對 不要說娶了以後才發現 哇 不行 而且這個離婚好了 因為男生對他一直很有疑惑 我覺得這個婚間不會幸福 那房事比男人還擅長這個事情 黃醫師你怎麼看 我覺得男生就是 比較不知道自己想要的 事實上如果說一個房事都很差的 他們就閒 然後就說去外面找小三 那房事說很好的 你又說他跟很多男人都搞過 是不是不乾淨或者是太厲害 自己面子又下不來 所以一切都是男生比較會幻想 我覺得女生如果要假裝 房事不好 很簡單就躺在上面 不要動就好啦 那女生為什麼 像死魚啊 對啊 對 女生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事情 沒有要假裝 你要去想說 那其實他就是重視你 在乎性生活 所以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表現給你 如果是這樣想 不是很正面嗎 所以男生還是落入 那個傳統的俗套了 就一定是被人家灌輸說 這個跟酒店相關的 就一定比較差 然後他這樣子的話 就是比較跟很多人有 其實有天分的女生 需要跟很多男生 有天分的 還會變成 對啊 就是說他就有天分 你不覺得應該很開心嗎 什麼叫做有天分 就是一點就通的意思 對 就是有天分的 志偉當裝死魚 你也不喜歡對不對 誰會喜歡啊 對啊 當然會啊 很累耶 很累耶 這樣腰力非常好耶 男生女生當死魚 通常就是會讓另一半覺得 你根本不喜歡他 自在應付他 沒有感覺的 就是來吧 這樣子 結束這樣 對啊 所以真的 不要當死魚啦 這個 不過欣賞的重點就是說 有些這個祕密啊 絕對不能說 那道賢如果說你的話 你覺得是不是事情 坦承交代比較好 其實這一題真的滿難的 以前我年輕的時候 我是不會說的 因為以前我抱持的就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為你知道年輕的時候 大家就是你農我農 你只要隨便講一個說 你跟哪個女生 怎麼樣什麼的 對方會放大所有情緒耶 就是說為什麼 那他的電話呢 然後什麼 然後一看到訊息 然後要給他看 或是又查手機 或是要你刪掉他 我曾經有因為一個女朋友 刪掉全部女性 就是你年輕的時候 我是屬於不講的 就是我覺得多一次不留 就是太恐怖 就是因為年輕就是會 太在意對方 嫉妒心太強嘛 但現在我會說 但是BUT 我現在會說 但是我會說的 一半輕描淡寫 因為現在你 因為你經歷很多 你不可能在裝你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是要有技巧 就是你要輕描淡寫說 年輕可能都有嘗試過玩過 所以現在才想定下來 就是講得比較中規中矩這樣 所以這樣的話會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也不用 真的一無一死 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交代太清楚 因為我覺得 現在大家比較成熟 都能理解 每個人都有過去 我覺得現在大家 如果要談戀愛 可能未來會不如結婚 所以基本上 如果兩方大概講個大概 大家知道有個底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狀態 真的不用到一五一十 然後剛好我有兩個 女性大學同學 他那時候我有問過他們 他們兩個跟他老公結婚 然後他們以前也是 情史很豐富的 我問說那你們會一五一十講 他說他們也不會 他說他們就是 比方說十個好了 他們可能就講三個 然後或是 他們就是會輕描淡寫的 就是說就以前有怎樣 他就說 他說真的不用交代太多 因為他說交代太多也不好 但你也不能不交代 他說就是取中間職 所以我後來發現 現在最好的辦法 就是取中間職 然後大家都是成熟的狀態 大家都能理解彼此的過去 這樣 那像他做接待 這個要不要交代 接待 我覺得這個 接待真的有點難 我覺得可以輕描淡寫 我覺得可以這樣 就是說 以前年輕的時候 有做過一些工作 就是可能那時候 為了學費 所以可能有接觸到一些 但是我現在就是 也是因為經歷這些 所以我現在才會這麼地成熟 就是輕描淡寫 帶過一下 就是有帶到總比沒帶到 有帶到就是說 可是我以前真的有講過 我真的有經歷過這些事情 只是就是年輕 本來就是都有多嘗試 你才能體驗到今天這樣 就是你一定要有帶過一點點 你覺得 未來被發現 會被抓成把柄的 所以你就要 那個你就要趕快 輕描淡寫的帶過一下這樣 會比較好 那有人說愛情如戲全靠演技 可是這個近日上海 一對情侶他們分手了 南方竟然開出一份花費清單 那詳細羅列了 他們在約會過程裡面 所有的開銷 要求女方要歸還 那他那個清單實在很細很細 等一下我們請志偉的跟他說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這個要求歸還的 這個約會的這個清單 到底有多細 來 志偉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會被當成新聞報導 最主要是說 我們常看到有一些什麼富商 跟這個他的這個 我們講說第三者 或是女朋友分手 沒有結婚結成 要求要退回什麼賺借名牌包 這我們都有看過 那那個成為新聞是因為 他是富商這麼有錢 還要把送的禮物要回來 那這個會成為新聞是因為他不是富商 就是一般的情侶 那重點是當他把這個 我現在手上拿的 他跟他女朋友分手 然後他列了一百三十項的清單 我不曉得他們交往多久 應該是沒有太久 以至於就是才只有一百三十項 要不然交往太久 應該花的不會只有一百三十項 那他小到什麼 小到買礦泉水 因為這是上海的一個新聞 那我都把它換算成臺幣就好了 大家就不用換 礦泉水兩瓶二十四元 一瓶十二元 那他這個 他也很公平 他說因為你有喝一瓶 我也喝一瓶 所以我只算你十二塊 然後大到那種 因為我跟你 我已經認定我要娶你了 因為這應該是男生是被分手的 所以他才這麼契列一百三十項 我都已經改口叫你爸媽爸媽了 所以我就付出這麼多 你竟然要跟我分手 所以這你要賠我十萬 精神賠償 因為我叫你爸媽 都叫爸媽了這樣子 沒有人叫你叫他爸媽對不對 然後再者也包括說 女生說裡面怎麼有一項 這東西你也有吃 為什麼算在我身上 裡面有去賣場買了一包零食 那這個零食是你說要吃的 那我只是因為你吃不完 我幫你吃一點 所以這當然百分之百 都要算你的 那這個費用大概一百四十四塊 臺幣叫女生付 那其中也包括他們去了一個 五星級飯店 吃了一個豪華的餐 那當然他說OK 我也有吃 你也有吃 一人一半很合理 但是我跟你講 有個錢我一定要跟你算的 就是你堅持要去吃這間酒店 結果這個飯店發生了疫情 所以我們都要去採核酸檢 那我爸爸因為我接觸得到他 我爸爸因為這樣子 他就沒辦法去工作了 我就不要跟你算我爸的工資 但是他採兩次的核酸檢 這個費用你要出 就是又算給這個女朋友 其實我爸爸因此沒有辦法去工作 整個廠其實就停下來了 這個也你要出 對照理說 我就沒有叫你出這個 我要你出的只是他要去上班 無限的原生 他要去復工要做核酸檢 你要幫他付這個錢 最後我告訴你 你媽 我跟你交你媽就過 就是生病了 過世之後 我在臨堂是批麻待笑的 而且我還不打緊 我父母親也是的 所以這個我告訴你 顯見我對你有多重視 算你便宜一點 一百三十項的 我有一些是我要付的 加一加合計是臺幣 原本是算了三十一萬九千 但是真真簡簡扣一扣之後 就說我說你二十七萬就好了 等於打你九折 對 打你九折這樣 那這個這個一剖出來之後 當然他就被罵了 這個男生就被罵了說 你怎麼這麼沒有度量 或怎麼樣的 你怎麼這麼這個錢 也要跟你計較 所以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男生應該是很不甘心 他一個交往的女生 裡面就是像這樣 你會覺得應該要拿回來嗎 都是你自己在付錢嗎 我覺得應該是先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男生 他有一個記帳的好習慣 而且他會有這樣的記帳的方式 我覺得從這個事情當中 會看到他應該是有想 跟這個女孩子在一起 所以他可能會比較精算 他們要花多少錢 他可能要再賺多少錢 才能夠跟這個女生 共組一個家庭 那到最後他們兩個確定 是走上分手這條路了 這個男生確實是不甘願的狀態 其實就以我自己的立場來講 我確實在交往一個女生的時候 我也是會有這個記帳的動作 真的喔 對 我真的也是會 但我不會像他這麼細 我只會記說 可能這一個月 我們出去吃了幾次飯 大概花了多少錢 然後接下來可能什麼 節日要到了 我接下來要準備多少的禮物 或者是什麼 這個我會去大概去估算一下 但你說會像他那麼細嗎 不會那麼細 但是會不會會不會記 我覺得男生 如果我真的有想要跟你在一起 共組一個家庭 我覺得是應該要 那你跟女生出去都人家付錢嗎 我是這樣子 就是只要 但是如果一定是雙方 就是我一個他一個 如果是一堆人就各付各的 其實他是我喜歡的人 我也是各付各的 但是沒有必要去付其他的人 對 那如果是我單獨跟他的話 一定是我買單 但這個不是什麼 為什麼都是你買單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男生的一個 你對我們那麼摳 但是你為什麼對他那麼好 因為那是他喜歡的愛的人 我也喜歡大家 那我們聽到了 但是那個感覺不一樣 那個好像是 你就是一定得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可能從小被灌輸的一個觀念 還怎麼樣 其實我從小出去看到都是 我爸付錢 對 所以我就很理所當然認為說 現在要男女平權 這個沒有用 那個其實要女生自己主動 對 女生會覺得說 拜託你連一點錢都出不起 你以後怎麼樣 對啊 道學人都是你出嗎 我甚至少都出 但是最近變得是 我覺得很妙 現在變得是比方說 這一次我出 下次有可能就是 現在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會變這樣 就是比方說這一頓我請 下次他可能就他請 就是會變成是你來我往 不會像以前就是 我以前交往都是 從頭到尾都是我付的 我們現在跟年輕人出去 這個吃飯 有時候我們付掉 他們還不高興 可是我後來發現 AA制有一個好處是 就不虧欠誰 我反而覺得是OK的 因為像我有時候 跟劇組出去吃飯 有時候我反而覺得 我們AA制 大家不會有壓力 就不會說有一個人請 他就會覺得 他的壓力很大 我們大家就會多少 就每個人這樣子 我覺得反而大家不會有那種 就是那個債的感覺 我現在反而覺得 AA制是很OK的 那你曾經對女生交往的時候 付過多少錢 蠻多的耶 之前有 曾經還有房租業是我付的 然後出國 然後買包包 我有曾經有遇過一個 是我花蠻多錢在他身上 超過百萬喔 有 那時候有 然後而且我印象很深刻 是很妙是 他唯一一直送我一個 那時候我有 就是當旅遊外景 然後他送我一個 瑞士品牌的 MEDU的一個潛水錶 然後那時候我有監客 當游泳教練 分手的時候 他現在還跟我要回去 因為我是分手之後 我不會要回去 我就覺得那就算了 所以是你 他被分手就對了 所以他跟你要 我被分手 你被分手他還跟你要 他還跟我要回去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傻 我就直接還他 因為我想說 因為他的 下一任男友也是 也是潛水平 也是需要是嗎 對 我覺得好像分分開去要 覺得很沒有風度 尷尬 就是那個當下 你們在一起曾經 你看你也花時間 然後我覺得要回去 這個舉動 不管是男生女生 我都覺得 那你會兩個人去買 這個礦泉水 你會把它記下來嗎 不會 我不記帳的 因為我覺得這太小了 你喝一半 我喝一半 而且買一瓶還買六百CC 所以我覺得要回去 很那個 沒有風度 我覺得 所以這個男生 這個連礦泉水 都記下來的感覺怎麼樣 我真的是 這無言以對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你要跟我算到這麼細 我還是要是會覺得 我認為人精打細算 這個是沒問題 可是男生到斤斤計較 你真是成不了大事 你跟你的朋友 你跟你的同性朋友出去 如果你也是這樣 就覺得說我今天 我請你多少錢 你請我多少錢 大家在江湖上走跳 都是需要同儕團體 互相的 人才是資源 才會有人脈 人脈才會有錢脈 這種男人永遠都成不了大棋 是 那黃醫師 你是女生 男生跟你要這筆錢 你會給他嗎 我不會給他 而且我告訴他說 我依據情理法 就是不給你 錢跟理跟法 來講一下 對 第一個就是 法律上沒有規定說 我應該付這筆錢 這筆錢是你自己計算的 你自己想像的 而且你在這個事前 交往之前都沒有告訴我 你準備這麼做 所以並沒有一個約定的契約 所以我覺得法律上 並絕對是沒有辦法 那情是這樣的 情的話我會站在 這個男生的立場 我覺得AA制不錯 可是它只是用在朋友 就是它不適合用在男女朋友 或者是夫妻之間 我覺得如果採用 AA制的這個男生 終究會被這個宇宙淘汰 那為什麼 是因為是這樣子 就是說其實這個AA制 就是為什麼會討論到說 這個我來跟這個女生AA制 其實這個暴露 它其實是隱藏 就是說這個男生 其實先打預防針 其實是付不起的 第一個 第二個不夠喜歡你 那我覺得不管是付不起 還是不夠喜歡你 對於在這個交往的這個過程中 都很容易被女生淘汰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為了這個男生好 我覺得男生不要被AA制洗腦 跟朋友之間AA制太正常 可是不適用在男女朋友之上 然後第二個說 女生你也不要被AA制洗腦 是為什麼 因為其實女生會AA制的洗腦 是說他覺得 好像所謂的男女平等 所以我也應該要出一些錢 然後我也賺了錢 可是事實上有沒有想過 就是說你是不是因為就是 你不敢不出這個錢 你怕就被這個男生給 就是說淘汰掉了 那表示你對自己沒有信心 所以會贊成AA制的女生 相對我來看 是比較沒有自信的 然後是比較太注重 所謂的尊嚴 可是男女之間 如果要A來A去 所以一定要到這個細節 到這個細緻的程度的話 沒有辦法談感情 他這個case還是在交往階段 中國有一個非常著名 被老公AA制了三十二年 後來登上紐約時報的案例 那他是怎麼AA制 被老公AA的 被老公AA制 就是老公堅持AA制 其實老公也是相親來的 然後就突然多一個老公了 然後老公就跟他講說 這個如果他煮飯了 這個菜錢就是他出 是這樣 生活上各種都AA制 AA到什麼情況呢 就是如果這個老婆 他三十二年當過程當中 他的媽媽生病了 他用了老公的 他們中國好像是類似健保卡 可是裡面是有儲值的 就用了老公的 可能緊急狀態之下 用了老公的卡 去付媽媽的醫藥費 結果第二天 老公趕快把那個 那個類似健保卡的密碼改掉 那他終於受不了 他說他要出去 就是去自駕旅遊 去九十個城市 是因為這樣去上了 這個紐約時報 他說老公平常都不跟他講話了 在他那個出去自駕之後 打了一通電話給他 說你剛剛經過了 那個收費系統 有 要八十一塊錢要給我 有 唯一打了電話 對...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男生女生 如果太注重那個金錢 要分配到什麼程度 我贊成的是部分分擔 而不是全然的AA制 了解 好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 先休息進完告 在滴卡上面有一篇討論 有位女網友她說 自己跟床伴過夜完了 結果對方連保險套 都要一個人付一半 天啊 甚至連一塊錢都要計較 後來這個床伴竟然提出交往的要求 讓他很是為難 這有什麼好為難的 對 直接在見 搞不好人家有另外一個長處 你剛剛在叫什麼 沒有 我覺得 因為這個應該都是男生父的 不可能叫男生父太奇怪了 真的喔 對 他怎麼開的口 我開不了口 包...剛剛那個 你不覺得很尷尬嗎 我覺得很尷尬 而且包含套也不貴 對啊 多少錢 貴一點的一百多塊吧 一百多而已 這個故事是因為 他們本來是泡友 對啊 他並不是在談感情 他純粹是泡友 所以一開始這個女生也覺得 那保險套付一半 他的真正的問題是 付完一半之後還多了一塊 那一塊算誰的 對啦 然後男生說還是算你的吧 比方說一百一十三塊 對 類似這樣 除不進啦 除不進 就是還有一塊沒辦法分 五十六 五十七 對 太急了 那男生好歹也要說一塊錢我出 對 雖然我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是覺得很感慨 我覺得年輕人被洗腦成這樣 我覺得你泡友的時候是一回事 可是你談感情的時候 如果這個男生連一塊錢都跟你計較 我覺得這個 你也許在交往的時候 有可能辦得到 但是進入婚姻之後就是 你食物上的那些生活 是沒辦法AA的 對 回事聽說你相親過 然後餐費你們也各自付是嗎 其實跟我相親的話 要付餐費 我沒有付餐費 要沒有付 對 第一個就是說 我其實 但是我不會挑貴的餐廳 就是一般的減餐 就是兩三百塊錢 你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也不要吃人家太貴 因為吃人家太貴 就是你後來會出問題 我就是吃了我前夫那個太貴 多貴 在金華酒店 牛排屋 這樣我前夫那個人 就是說 所以可能我 這個是最後一次 是卡到陰才這樣 卡到陰 我之前都沒有吃人家很貴 我說要約見面 可以 因為我也很忙 那就是一般的減餐店 而且也不要太貴 就是一定是五百以內 那我認定說 如果這個男生想要跟我 就是交往或是認識的話 我認為他應該要有 出了五百塊的能力 這是第一階段的篩選 而且不嚴格 對 但只是說 我有遇過就是說 可能這一餐吃完之後 他出完這個錢之後 他跟我講說 那我們等一下去喝咖啡 那咖啡錢你出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好像有跟他去 就是說第二攤 就是這個飯完之後 去喝咖啡 我也出了咖啡錢 可是我後來 不要理這個人 因為我覺得 不是我出不起咖啡錢 或是跟你計較 而是說 我認為 我想要怎麼樣的方式 請你 應該是我來思考 然後我來做一些 興趣變化 而不是你來指定我說 因為 因為你出了這個飯錢 我等一下就是出咖啡錢 那我就不喜歡 這樣的感覺 就是便宜的給你付 這個概念 對 你條件這麼好 還要相親喔 還是要相親 因為就是女生 你到了那個 三十出頭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被洗腦說 這個世界 再也沒有人要你了 你那時候有這種危機感喔 有啊 有時候有危機感 然後就是說 那個社會的風氣 就是讓你誤會 其實我認為 我現在在想起來 我覺得三十出頭女生 還是非常的年輕 就算我三十幾歲 去富產科 那個醫生也說 你的卵子 是他二十五歲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那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我三十歲 我開始很老 我好像四十歲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緊張 因為所有的人都會灌輸 你說你要趕快去多認識人 所以才會一直向勤 為什麼吃一頓 精華酒店的牛排屋的牛排 你就覺得你欠他 對 我這個人 也就有點是這樣 第一個 因為他本來要請更高級的 但後來改掉 本來要請哪裡 他本來要去請那個 移工烤鴨的 然後我就想說 他移工烤鴨 那個是米其林三星的 對 但是後來沒有 所以他後來改成牛排屋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 我沒有拒絕 是因為會不會 他的水準是這樣 他就不是去吃 那個一般的 的減餐的人 那我也不能就是 因為我覺得應該吃減餐 我就要求他 那既然他願意去 那我就去了 對 然後所以 所以我就去 可是我去是 我就是 我就說那個Menu下面是 我就我說我要點最便宜的 他是牛排屋 可是我要點 為什麼你要點最便宜 春雞 因為我不想要占人家 那麼多便宜 因為我知道這一頓 我不會出錢的 所以我點最便宜的 就是說是這樣 最便宜要多少錢 最便宜可能春雞 要八百多塊錢 那還是很便宜 對 我說我點最便宜 你那個牛排屋 也有四五千的 那你點最便宜 最後你還是損失 就是因為我就是 因為我點最便宜 就是他跟我講說 你不要點那個最便宜的 你點那個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是不吃牛 因為我那時候不吃牛 你就點春雞加鮭魚 我就覺得這個男生好 你看我這個 這樣子就對你很好了 多一個鮭魚 對啊 我就說 就是說我雖然點最便宜的 可是他願意給我就是說 你不用點最便宜的 你還是要再多點一點 所以我這個人很好拐 就是這樣 就大家不要跟我一樣 其實金華牛排屋 應該不是餐在櫃 要看他點得久 對 對 我們沒有點酒 對 如果很重視酒的人 那個酒一定比那個餐還要貴 其實那個我請過 結果我有請過一個女生 那個牛排真的不便宜 我記得我那時候點一顆 那個一個 我那個要七千多塊 而且那一餐吃下來 要一萬多 就戰斧牛排就這樣子了 就一位女性 那個女生後來也是被你 就是同一個 就是那個女生 可是我是覺得男生 我自己幫女生付 我覺得是非常OK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 只是但我只要求一點就是 他自己要有經濟的獨立 就是他自己有 我都我出 我都OK 但是他不能是自己沒有工作 然後他一定要有自己的 一點基礎壓 就是說我覺得 大家都應該有那個概念 就是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應該要自己養自己 自己要養得起自己 但是就是我覺得 但如果一個男生 他不願意幫你出這個錢 他一定不夠喜歡你 而且我還滿認同老師 剛剛說那個就是 比方說請他完之後 下一個喝咖啡 我也會直接主動 但如果那個女的 他自己 自己也搶得付的話 我就會默默覺得 他也滿... 但他不付都沒關係 但是他如果做這個舉動 我也是加分的 我會覺得 他其實是 不會想要佔你便宜這樣子 對 那重新再來 你會點哪一個餐 點那最貴的牛排 那很貴 那最貴還有到一萬多 重新再來可能就不吃這一頓 重新再來我覺得 應該要吃那個 移工烤鴨 移工烤鴨 但是我自己出錢 可是鄭大哥 我有一個女性朋友 超誇張 他那時候跟他 有一個男朋友在一起 超好笑 兩個愛得死去活來 然後結果他那時候 就是借他十幾萬 分手的時候 在咖啡廳 他真的也是跟剛剛那個 分享 他列超多表格 超好笑 就是他們出去什麼 幫他洗車子 然後幫他就洗衣服 然後列所有表格 這時候記性特別好 多記性 超好笑 而且還連那個 他還幫他買檳榔 每個月 然後還算那個檳榔 然後他問我們說 要算幾包 我們說那就算三十包好了 他列那個表格 然後每個月要還多少 然後全部列得 居然名 然後如果他 如果沒有給他 就要告他 然後就是每個月 要償還多少去討 那時候我們全 我們五個朋友 笑到瘋掉 說分手 你要計較這麼多